景氣不好 竹科也燒到裁員潮 光是11月就有101人被資遣 今年第三季裁員人數 更是達到611人 創下7季以來最高紀錄 其中光電業最慘有412人 而集體電路等產業也精簡182人 附近店家感受很深 舊客人好像都不見了 新客人也沒有增加 就這樣就会少 大概掉一至兩成吧 大概半年了 最少有半年了 中午客人比較少 晚餐客人比較多 有差一點點大概一成 不只店家受影響 裁員潮更讓新竹房市亮起紅燈 目前來講 今年大概會有下降 大概一到兩成的成交量 大部分這邊的賣方口袋都滿深的 所以如果說 價錢出的太低 不是行情價的話 那賣方就會吸收 原來今年11月 竹科人平均購物總價 已經從1200到1800萬 降到1000萬元左右 幾乎沒人換屋 只剩下首購族 首購族很喜歡上降四七坪 散放兩廳兩位的新陳物 但受到竹科裁員潮和 無薪價影響 購物預算逐漸下降 雖然首購族還是持續出手 不過成敲期也從三四個月 拉長至六到八個月 無薪價就沒錢啊 可能就不會買 你必須要考慮 所以未來的生活 到底有沒有辦法cover 輕易髮動全身 財源潮如果持續擴大 周邊房市恐怕要再下探 東森財經新聞 楊亦婷 魏林彥 新竹財情報道